陈圆润女士终于出外场了 老来翘小狗颜值又美出新高度 历经三个月的辛苦带娃时光 小狗非但没有销售 反而比以前还要珠圆玉润 看来基地的月子餐一定很合她的口味 圆润女士每生一胎都要美一圈 如今生完三狗更是年轻貌美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妙龄小美熊 小狗怕不是背着我们用了繁老环童树 出关的第一天圆润就迫不及待想要爬树 只见趴在树叉上看风景 手托着塞安安静静欣赏的美色 不愧是看过烟花的小熊 不过没一会圆润又有攀高峰 显然这点高度对她来说毫无挑战 之后爬完树还要挑战独木桥 看得出小狗坐月子期间憋坏了 只见圆润气喘吁吁地爬上木甲 休整一会后就立刻启程 虽然已经三个月没有走独木桥 但她也没有一丁点的害怕 还气定神闲地爬到了最高处 圆润锻炼完身体后立马补充能量 紧接着抱着竹子大块朵 给现场的姨姨们带来一场吃播 小狗还是一如既往的咔咔炫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开了倍数 真不愧是干饭大王二狗的老妈 这对母女俩在吃上都是当仁不让 吃饱肚子后圆润还去隔壁串门 和同为辣妈的香槟交流起待在今夜 只可惜俩熊还没说几句话 就因为香槟的一句狗叫不欢而散 小狗气呼呼地直接一屁股走熊 但架不住好奇心作祟 圆润又趴在另一个门口偷看邻居 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惹到香槟女士了 圆润虽然很喜欢外场的新鲜空气 但她还是时常奠念着屋里的孩子 每出来一会就要回去看望三狗 小狗一直以来都是母性很强的大熊猫 这点从她背后塌陷的毛发也能看住 带宝宝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身为好妈妈的圆润从没偷过来 所以才导致圆女士的屁股都坐扁了 都说一胎暗书养二胎照猪养 不过这句话和小狗却完全相反 即使是第三胎她依旧没有任何大意 圆润在看向仔仔时满是爱意 不停舔视着怀里的小家伙 直接导致三狗拥有一身粉红色的毛发 而这全是圆润妈妈满满的爱 想当初带二狗和花花的时期 陈圆润女士更是散发着母性光辉 她对孩子很有耐心 不开心时则是独自一熊躲起来生闷气 二狗察觉到后还爬上石头安慰 尽管此时的圆润还在生气 但她还是会轻轻抚摸着二狗的脑袋 用行动告诉闺女不要担心自己 即使花花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圆润也一直将肝女儿视若挤出 心疼着打小离开亲妈的花花 尽自己最大可能给足了她安全感 当花花趴在自己身上睡着时 圆润也也不会叫醒对方更不肯独自离开 而是在一旁默默陪伴着 然后满脸慈爱地看向怀里的孩子 圆润一直以来都是伟大的妈妈 期待着她未来带着三狗出外场营业 世界破破烂烂萌萌疯疯不顾 网友是从哪个视频入坑妈妈的呢 名场面一萌萌回头杀 作为北洞大股东 萌萌可是最为敬业的小学 就算是天气高温也不肯离开 然而这天一到下班时间 她竟然头也不回地离开 粉丝们看到后发出失望的声音 一向重狠的萌萌通道会突然 露出的大脑袋引起粉丝的振振惊呼 谁能想到这小子会杀了个回马枪啊 名场面二偷看哥哥吃损 这天萌大正在窗边安静吃损 却不料身后有个弟弟偷看 只见萌萌缓缓缓升起大脑袋 忽然出现的她可爱到一门心坎上了 名场面三帮奶爸收猫 小时候基地里只要有小伙伴赖在树上 萌萌看到手足无措的奶爸后 总会乐于助人 只见她迅速爬到树上收猫 没一会就将小伙伴带下来 之后还独自一熊屁颠屁颠跑回家 名场面四小角落哭泣 只见萌萌像是遇到什么伤心事 想流眼泪还怕被小伙伴看见 于是独自躲在小角落哭泣 司汤员看到后上前安慰 还轻轻拍拍三哥的后背 名场面五被马仔按摩 小时候的萌萌在基地富有威望 凭借聪明才智收服一群小弟 性小座为萌萌最忠实的马仔 动不动就给大哥来一套马上 把萌萌做舒服的衣服 名场面六月狱 萌萌可是熊猫圈的月狱达人 一心向往自由的她总喜欢爬墙 前段时间就因为月狱翻墙 把游客和粉丝们吓得不轻 若不是北洞保安眼疾手快 将接应萌萌的小车拿走 估计这小子早就去看大千世界了 名场面七健身达人 因为之前越狱的失败经历 萌萌还懂得吸取教训 每天都要早起健身做仰卧起 是要把大肚男练成腹肌 甚至有时还会压腿拉伸 这动作看起来比不少两脚兽还要标准 难怪她能轻轻松松表演空中一次马 名场面把耐心拿食物 本以为萌萌是个调皮捣蛋鬼 没想到她还是有耐心的小熊一美 为锻炼萌萌的取失能力和耐心 奶爸经常会将窝窝头放进漏食器 只见她拿到手后开始灵活摆动 即使弄了几分钟都是不急不躁 不轻言放弃的她没一会就顺利取出 真不愧是情绪又平稳的天使小熊 名场面九合萌大拔河 萌萌先是忽悠着萌大陪自己拔河 表面上和大哥暗自较紧 还呲牙咧嘴地拽绳子来做演示 实际上早已把绳子绑在木桩上 外部的北洞都介绍萌萌智商超群 可爱机智的萌萌总能扑过两脚兽的心 你是因为哪个场面入坑萌栏的呢 年过13岁依旧唱单身情歌 金虎被嫌弃的一生有多好笑 这天休假回来的妙音 忽然发现家里全都是大胡子的玩具 一开始她还抱着爱不释手 然而闻到抱枕上臭男熊的味道后 妙音毫不迟疑地将其扔飞 之后发现屁股底下的麻绳后 心想什么臭男熊拿过的东西 于是又将麻绳直接甩飞 奶妈看到后默默拾起来 第二天又悄悄放在妙音的木架上 结果她看到后更为嫌弃 竟叼着抱枕发疯似的甩来甩去 但这还是不能消灭妙音的气焰 只见她又把抱枕扔进了水里 连金虎最喜欢的麻袋也没放过 场馆里的小板凳也跟着深受其害 妙音的这波发疯似的操作 将对面的飞云都看得木凳口袋 心想这女人怎么比我还疯 然而这还不是妙音第一次嫌弃金虎 她对这个便宜舅舅可是不厌其烦 当金虎飞要和外甥女唠嗑 隔壁的妙音直接发出震震狗叫 要知道熊猫生气才会发出这个声音 足以可见金虎有多不受待遇 奶妈看到不给熊面滴妙音 都忍不住为大胡子说话 妙音 你说金虎和你唠一会就唠一会呗 你老好她干啥 真是的 你看你这个小姑娘 可以说卑微的金虎在大连动物园 就是个任熊仔哥的存在 不仅屡屡被外甥女嫌弃 还逃不过被小姨胖揍的命运 飞云作为熊猫圈的金刚芭比 总能把大胡子揍得灰头土脸 这天萌妹正趴在门口小气 却不料凡熊金在对面伸着爪子捣乱 只见金虎疯狂试探小姨的底线 不断伸出小爪想要和对方一起玩耍 可被吵醒的飞云哪固的上完 隔着门缝就逮住对方一顿收拾 眼咬带脑把她疼得嗷嗷直觉 实在承受不住的金虎只好白手求饶 而大胡子被飞云揍成黑熊更是常见 刚下班回家的金虎挥头土脸 还抓着栏杆向奶妈诉苦告小姨的状 人人都觉得飞云是个萌妹 可在金虎眼里她就是个十足的母夜叉 本以为飞云和妙音是因为和金虎 共处同一屋檐下才会这么烦 没想到未曾谋面的女熊也同样嫌弃 当奶妈向月亮拿出金虎率照之时 对方看到后瞬间低头不语 表示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金虎喜欢吗 月亮甚至还不断摆手 指挥着奶妈赶快拿走金虎的照片 真想不明白大虎子这是什么命 不仅飞云和妙音的不待见她 就连相亲对象也不喜欢 五子拥有被女熊嫌弃的一生 难怪她母胎搜了到今天